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8月21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外面現在 傳得很厲害 傳甚麼呢 就是傳習近平瘋了 他那種瘋呢 當然不是 陳佩在瘋佬政選裏面有殺無培那種 但是 從很多多方的人的 爆料 當然 真假當然是很難去定 但是 就可以 即是 怎麼說呢 現在外面傳得很厲害 他在北戴河 肯定是一個很異常的情況 而且 現在中國經濟 也是崩潰狀態 習近平 他那種脾氣 他發瘋 天天罵人 其實 是有這樣的可能的 我們說一下現在坊間幾種版本給大家聽 大家再 衡量一下 好了 其中一個爆料的就是 說他在北戴河 已經陷入這個瘋狂的狀態 看到誰就罵誰 總之在他面前出現的就是抓著罵 每個常委 好像那些家丁一樣 逐個逐個挨鬧 然後 就罵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他們不負責任 留下一大堆爛攤子給他 然後 又罵金融 罵銀行 罵房地產 總之所有人都罵了 除了他老婆之外 沒有人 夠膽進去 每個都看見鬼 他在Twitter上出了一個 據傳 首長怎麼啦 首長在哪裏 首長在北戴河出故障啦 故障是機器才會的 出甚麼故障呢 老出了故障啊 好了 意思就是他一個個找人份話 基本都是罵人 結論是 沒有一個是男人 沒有一個頂用的 即是個個都沒有用 就差趴這些 被訓話的常委 這些 局委的父子 即是差在沒有把他們的褲子 插他而已 他說他不想幹了 你們是誰想幹了 你們就來做啦 我要休息一下 我也是人 我不是神 個個有事就找我有困難就找我 事實呢 這句話 大家聽到更加害怕 誰敢有反應 即時沒命啊 是不是 我說不做 叫你們來做 你有反應啊 是不是想死呀 他跟著說 大罵這個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 你們 不負責任 擊鼓全花 要把黃炸炸在我手上 又想 我要用炸彈炸回你們所有黃白蛋 一個也跑不了 把你們共產黨都炸個稀巴爛 才有新中國 你們根本都不是共產黨人 炸掉了中華民族就復興了 很好笑 當然啦 這是其中一個版本 好了 另外一個版本 就叫做 李小鵬 發來的消息 當然啦 這個我也覺得很流 他說 習近平在北大河 突然中風癱瘓 蔡奇震不住了 大小官員 不想做事 都躺平了 因為 根本甚麼都不敢做 這個消息也是 覺得很流 然後 另外一個 就說 據說習近平在北大河瘋了 非要我死你們才高興嗎 這是典型的 被迫害妄想證 無論這些傳聞是不是真的 我們看到現在中共內憂外患 又有天災 又有人禍 而且經濟 徹底崩潰 他們期望 解封之後 中國經濟會供底反彈 會供底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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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購物 結果 他們很好笑 我看到大陸那些Twitter的網民 在微信也好 微博也好 十分陰謀 他們說 我們已經放下仇恨了 我們不會報復的 你放心吧 商家們 不會有報復息費消費 因為 我們也沒有錢了 我們的仇恨已經被 這個經濟搞得沒有了 當然 現在看到 北戴河會議 是不是真的發生了一些事呢 我們不知道 作為一個國外人 我們只能夠 看回中共最近所做的事 一方面 他又要 很極力去吸引外資 但是外資不領情 外資走光了 一方面 他們又要在大陸大觸間諜 什麼行走中的50萬元 每個人都是間諜 叫你去舉報 實際上你去舉報 你覺得你找到吃嗎 肯定不會 因為大部分都是冤枉的 你不會拿到獎金 但是被你舉報的人就走不掉 冤枉的他們也會繼續做 因為中國從來不決冤案 每天都有冤案 有一個 大陸的女人 她說她的男朋友原來不懂唱國歌 她懷疑她是間諜 結果 就舉報她的男朋友 老婆的男朋友被抓了 肯定不會有好下場 一定會被人打 打完就說你是間諜 不用審的 大家知道是間諜這些事嗎 她也不會審的 好 無端端 被人抓了 承受 北白之怨 然後又問一些問題 你如果對不上 你就是間諜 很多人都是間諜 然後又說要留意海龜派 華僑 所以 遲早輪到香港人 現在香港 據說星期五、六日 有幾十萬人回大陸 你們全部都是目標來的 你們就是 傳說中 行走中的50萬 你們是從香港下來的50萬人民幣 每一個都價值50萬人民幣 每一個都價值50萬人民幣 大家知道 最近一系列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很惡劣 房地產企業 爆破 新業率他們不敢再公佈 然後 連去年發展商買地的錢 哪個地方的成交價格 然後 外匯儲備 官員的資料 全部都說不給 全部都說要封鎖 未來外資 一定會加速撤離中國 直至逃走為止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 全世界都是在說資訊性的東西 資訊爆破 當人們做生意後 很多東西要考慮 要用大數據分析 要做proposal 要寫報告 要分析 哪個地方有生意做 哪個地方要擺多少人 當這些數據全部都不給的時候 誰敢做生意呢 投資也是一樣 投資也是一樣 你要分析那個地方的前景 分析那裏的生意 分析那裏的人 各方面也要分析 經濟數據加上政治風向 每樣東西都是要衡量風險 人們要投資 要扔錢下來的嘛 當你每樣的數據都封鎖的時候 習近平一直都說想救經濟 李強出來說幾句話 全部都不是實際的東西 沒有一樣可以刺激到經濟 一點措施也沒有 他們現在在想法債 只是想法債 有甚麼用呢 是根本完完全沒有用的 我想再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分析一下為甚麼風間傳言說習近平中風 發瘋 亂罵人 這些情況 是不是會真的呢 我覺得會的 因為習近平本身是小學 他真的是小學程度 他能夠處理的東西很有限 當他面對那麼棘手的問題 他真的是束手無策 我們看到了 這個橋水基金的老闆 最近他 也開始唱衰中國 六月份 才說印度接下來就是未來的 火車頭 中國的 2.0 人口紅利也有 高科技也有甚麼都有 所以 接下來要投資印度 只不提中國 然後 他就說現在中國的情況很惡劣 惡劣到 他根本沒有辦法 接受 可能很快他也會撤資 然後 他還說如果現在真的能夠救中國 就只有朱鎔基出來搞經濟 實際上他也太看高了朱鎔基 以朱鎔基的 財智各方面的條件 他現在面對中國這樣的經濟也沒得救 因為現在中國經濟已經是千瘡百孔 徹底破壞了 而且 所有的癌細胞復發 一起爆發 而且全身都是流浪 你現在 要救這個人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除非你有一些 未來的科技 一個人好像那些 scan機一樣 所有東西都會回復 原狀 基本上 紮到剩下的頭 紮到剩下的頭也能夠回復 那些才能夠救到中國經濟 好像看科幻片 我看那套科幻片就是 有部機器 你將人們放進去重新scan 他就可以回復以前的樣子 有沒有這樣的機器呢 當然我覺得是沒有可能的 習近平 是不是瘋了呢 我認為 就算沒有瘋 也是 接近一種瘋狂 因為你看看中國的統治者 其實大部分都有精神病 你看毛澤東 你看周恩來 周恩來是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 毛澤東就有虐待狂 習近平 又有虐待狂 而且 他還有一種很低自力的反社會人格 因為他以前遭受到中不幸 他現在就要報復在 所有共產黨員身上 他覺得自己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你們全部都不是 結果 每一種都折騰 每一種都搞壞了 崔健 早一陣子說那句話 他說以往我們覺得那些領袖 出來說話 又或者提出了甚麼口號 提出了甚麼政策 要求做甚麼做甚麼 搞甚麼運動 他以為 那些領袖也是會經過深思熟慮 會經過長遠計算 計算的後果 每一步計算好算務遺冊才推出來 結果他發現 根本不是那一回事 根本就是神經病 除了神經病解釋不了 怎麼會無端端有東西反美 接著要打麻將 三反 五反 四清 文革 每一樣都是神經病的東西 現在的習近平 簡直是 是不是 他不是瘋狂症轉 裏面 那個 秦沛 他可能是未病發的秦沛 秦沛 當時接受社工訪問 青山很美的呀 花香 他就是那個時間的秦沛 到了發瘋狂上來 就有了沒有賠 習近平 就是 發瘋狂 拿著把刀有了沒有賠 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習近平 其實看多次瘋狂症轉 你可能會對習近平 多一分了解 好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現在我們主頻道和後備 都是沒有廣告的了 已經被人 在封殺我們的盈利 所以這三個月要集炮 到了10月初 所以這段時間 希望 各位可以支持我們的Patreon 多謝大家 拜拜